这有时候是说侧牙比较低 这有时候最主要是含这个天气 含这个天气有很大的座 这关系当然有时候我们营养分的一个病 比如说我们最没有管理去看到的那种情形 就是说很多就是土壤的高医师 它吸收上有一个困难 所以侧牙出来就比较低 但是你现在这种侧牙的低 你要先看 并说在八个节位以下 如果在八个节位以下出来侧牙低 那都没关系 我们应该看就是说到第八个位置了 然后那个侧牙还很短 这可能就要稍微来注意 是不是在这个养分上的管理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通常这个养分上管理 在这里不可以请一请 我们好朋友建议的就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就是说你的水分 这种水分的管理 到这里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可以让你稍微做一个了解 还有一种情形 也是有看到 比如说你在这种 在蒸甘米之后 我们再来给它蒸过 蒸甘米之后 在之前有永贵的矮话剂 在罐头 在做什么样的 有的很多 其实你跟他说有用矮话剂 他还不知道 因为他用的这个东西里面 像中也没有跟他说有矮话剂 是这种那里面是有矮话剂 我们有时候要去研究这个情形 去勿用 就是说生长抑制剂的勿用 这也会让这种侧芽 侧芽变低 所以这有可能是这种情形 但是这都是特例 就是说不是一定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这个侧芽 比较低的时候 有时候是跟我们天气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太冷 尤其像我们在比较冷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有一个情形 就是说他这个侧芽变低 这是其中一系 这陈子因为这陈子不是冷 所以如果看到我们基本上 我们这陈子如果是遇到这个情形 得手都是含水分的管理有关 比如说水分里面含这个益息 是不是我们让他的肥像会有短 还是说水分没够 他的侧芽就会变短 甚至有时候会黄黄 那个稍微有点过来 明明那个臭牙出来 就稍微就这样黄黄 这种是含这个财物管理里面 这个水分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营养上应该有一点点的状况 所以稍微来解决一下 这个水分的部分 你一定不可以堵水 不要小看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感觉要起来 正要贴牙都完全贴牙便便 你说下去贴牙好像也没有 还是说我们做这个 我们做滴罐的 我们基本没有贴牙这件事 所以便做就是说 在这个管理上 有时候就会去忽略掉 那个水分的一个营养 有可能就是说 水呢 是不是補充料不够 还是太多 这两种营养都有可能 都我们来去看的一个 这个重点 有时候太多 它的一个 效果上就较不足 那么好 就是说它的肥料的吸收效益 就没能够改好 但是 这要分别的一个 要有去跟它分别 如果是说 在八个结尾以下 短短的都没关系 那种都算正常 那种我们都要把它黏住 所以出来没有说正常 都没关系 但是要注意就是 在这个养分上 是不是有 因为水分的节节关系 所以造成 比那个策牙太过头 低 这是我们来去注意的 这个重点 所以 在我个人的这个 这个看法里面 这应该是 含它的一个 这个 这个 有关 含这种水分的节节管理 也有 很大的节管理 这水分的管理 就去影响到 它后边 它后面的 一个 养分的节节 吸收 所以 这给你收 就知道这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提供你做参考 嗯